旅行家麦卡梅耶在新墨西哥州迷人的景色中旅行 很多天然和人工雕琢的奇观让它震撼 在吉拉悬崖民居国家公园里 梅耶脚下的这片废墟曾经是这个地区原著名的家园 和国家公园系统中其他悬崖民居相比 这些民居非常独特 游客可以走进洞穴 向东北走 梅耶来到萨里纳斯普维部落教堂国家公园 这是美国西南部众多西班牙教堂中的一个 目的是向原著名传播基督教和西班牙文化 这些土坯砖建筑是西班牙人来到普维部落人文化后遗留下来的 梅耶来到的另一个奇观 埃尔马尔佩斯国家公园 这里巨大的沙岩峭壁而闻名 你可以爬上这些巨大的原石 也可以从一块跳到另一块 这么独特的攀岩体验 你会觉得自己像一个五岁的孩子 发现了新天地 阿尔伯克基附近的研化国家公园拥有几千个石刻 这些石刻是400到700年前 美国印第安人和西班牙定居者刻在火山石上的 这里有很多人脸符号和动物 没有人知道它的意思 不知道这里是一个祭拜的地点 还是原住民记载历史的方法 没有人知道 我们所知道的是 现代人的家园和这个古迹之间的距离是这么的近 现代开发和这片古老的原住民史迹之间的距离这么近 促使当地社区努力保护历史 班德尔国家公园坐落在圣达菲市附近 梅耶说 它就像是一个迷你大峡谷 和真的几乎没有两样 它就在一个非常陡峭高耸的山岩峡谷里 这些洞都是小小的住房 人们曾经居住在这些从岩石上浊出的洞穴里 在有一些地方他们也在洞穴外在用石头造房子 在这里美丽的景色和历史知识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不过梅耶这次旅程的亮点是卡普林火山国家公园 这个很久前喷发过的锥形火山 让梅耶这样的现代游客 可以近距离地观赏大自然最大的爆发力 你可以看到我身后古老的火山岩浆 不过我现在是在卡普林火山中心往下走 你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山脊 我等一会儿要去上面了 在卡普林火山口上走 可以看到我最喜欢的景色之一 大片的绿色森林覆盖了这片高地的干旱沙漠 梅耶将继续在西末基哥州这片富有魅力的土地上旅行 他期待到更多的国家公园去惯上奇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